感谢神 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彼此一起来学习 我们上次一直都讲关于我们的灵修 灵修是基督徒的宿命生命的基本功课 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天要花出一些时间来 我们要去捕出一些时间出来 这个时间叫做分别卫生的时间 这个基督徒的宿命 他们专门花出一段时间来敬拜上祢 就此据意识地去 主要是捕出一些时间去给神一样 那么我们除了捕出时间之外 除了我们要捕出时间之外 我们要选择适合我们的地点 我们要选择适合地点 不被打倒的地方 然后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态 然后我们就有适当的内容 我们有适当的内容继续的灵修 我们为什么要灵修呢 为什么要灵修呢 因为亲近神是与我们有异的 因为亲近神是与我们有异的 就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 他都应该有这个确信 所以每一个跟随神的人 都应该被我们同样灵修 搞完亲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帮助 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为什么我们要灵修呢 为什么我们要灵修呢 因为上帝这位荣耀的君王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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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能不配得 我们拿出一点时间献给他呢 他怎么会不配得 我们花点时间去给他呢 他是绝对是配得的 他是配得 所以他是配得 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生意 所以他绝对是 我们花时间去跟他呈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灵修的原因 这个是最主要的灵修原因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发出一篇灵修的文章 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发出一篇灵修的文章 这个文章是我从各种不同的资料里面把它给拼起来的 这些的拼到是我其他的资料里面是加上一支 就是天天灵修的那里面那个文章 就是天天灵修里面的文章 是有不同的灵修材料拼在一起的 那么那个诗歌呢 那诗歌呢 每天都选一首诗歌把它放在里面来配搭 每一天我都会选一首诗歌放在里面 互相的配搭 那么还有一种就简短的几分钟的讲道 也都有几分钟的讲道 这个每一天的讲道也都不一样 那每一天的讲道也都是人一样 有一些是叩售的 有一些是 有些是恩典360 有些是灵修心的 有一些是心理化 有一些是心理化 有一些是灵修 有一些是灵修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舒适 灵修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加成长 灵修的来源 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 心理化呢 常常讲很多 关于真理里面的智慧的方式 怎样生活 心理化都是讲到那些 那些生命的知识 那些年三年会让我们对圣经里面的人物 所以圣经里面话语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有更多在话语上认识 所以他们就鼓励大家 就是用这个也去联修 所以就很鼓励大家去利用这个去联修 当然你有更好的联修材料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材料 那当然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材料 也可以去联修 但是我把这些材料全部都整出来了 就每天发一篇出来了 是为了帮助大家的联修 我一个原因是每人放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些资料去更好的联修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这些东西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文章 或者是诗歌讲到之后 都有一个小小的字 所以你看到我每一天的联修 或有句诗歌 或者讲道之中 都是这些小小的字 就是默想祷告 你一定要用祷告回应神 一定要用祷告回应神 那你的灵修就白费了 否则你的灵修就白费了 我笑的就很低 因为灵修主要是跟上帝亲戚 因为灵修主要是跟上帝亲戚 如果你看完文章之后 你没有祷告 没有回应神 那么只是张庞下来 如果你看完文章之后 没有回应神 没有祷告神 其实都是没用的 就好像电线 就像一个电线 一定有这几个负集流量 一定是跟其他的电路去接合 如果你只是连一条电线的话 如果你只是接合一条电线的话 任何东西都会运转的 那些法源 如果你只是接触一条法源线的时候 其他的东西也不会发光 你需要两条电线 所以分别我们是需要这些材料 我们是需要再谈到我们跟上帝交流 然后我们透过这些材料 跟上帝交流 你整个人就充满了力量 你不要期待 一天灵修你就能够完全改变 你千天不提到一天的灵修 就可以让你完全改变 或者你自动放在地 就能够长叛一样 就像是现在参法 就会使你变肥一样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你一个月之后 你半年之后 你一年之后 你一年之后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灵修 你绝对会改变 你不改变你来找我 我改变你的文化 求神来帮助我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聚会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聚会 你知道我们教会 有各种各样的聚会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聚会 基督教是特别看着聚会 其实基督教是特别开种聚会 佛像里面很少有时候聚会 天天聚会 那好像你们会天天聚会 那别的一些民间宗教 里面也很少说天天聚会 也有很多民间宗教 也很少说我们要聚会 但是基督教里面 就讲到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但是基督教讲到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那我们就有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常常聚会 那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那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在聚会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聚会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聚会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这里聚会 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 我们做每一样事情都有不同的动机 比如说你去健身房 你为什么要去健身房 比如你去健身房 有谁是去健身房晒太阳的 有谁会去健身房晒太阳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去衣服店里面 你去衣服店里面 那你是去那边吃饭吗 你去那个吃饭呢 不是 你是去那边买衣服 不是 你是买衣服 所以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非常的明确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都去到一个地方 都很明确我们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聚会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忘记了我们聚会的最主要的目的 或者甚至我们绝大部分人 我们都没有人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要聚会 甚至没有一个人去提醒你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如果今天我做一个谈谈说你为什么要聚会 你的答案可能千百种 如果今天跟你说今天我们要聚会 你的答案可能有千百种 但是今天上帝要我们重新来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 所以我们最经常读的这个圣题就是西文来修第十章这里面 所以我们经常读到就是千百百书第十章 我们常常用这个话来告诉弟兄姐妹们说 你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使用这段经文去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不可停止聚会 那你这个不要停止聚会 你不可以停止聚会 但是我们很少用上帝的说话 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但是我们很少用上帝的说话去鼓励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其实呢在这个西文来修这段话里的上面还有一段话 其实在西文来修第十章里面呢 上帝还有一句话 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他和我们讲 他就看到 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是的 叫人提到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等等 就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搞要彼此劝人 做一个彼此鼓励 尽知了那日子你尽就更大不尽 你知了那日子临近就更大不尽 你知了那日子临近就更大不尽 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那里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那日子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聚会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那那日是哪日呢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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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近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圣经你的预言越来越多了 完全的应验了 圣经所预言的越来越多得应验了 这个世界的道德 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了 这个道德 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了 地震饥越来越多了 这些东西的预兆都已经表明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非常近了 这些所有的先小的人 要不告诉你 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快靠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快靠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快靠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呢 那既然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呢 聚会跟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呢 会跟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上面的那个经文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最上面的经文 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责望 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一个人 他必须要坚守神给他那个责望 他的生命才会开始追求神 他的生命才会开始追求神 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们知道天堂是真实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天堂 你这个人活着却是困虚 如果你没有天堂 你活着也是一种浪费 为什么这么讲呢 人生十有八九都是不好不开心的事情 那我没有天堂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终点是天堂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终点就是天堂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天堂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所承认的责望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越来越少了 有多少人每一天都在盼望天堂呢 有多少人每一天都在盼望天堂 有多少人每一天都在期待说 主啊我愿意来呢 有谁会期待每一天都说 主啊我期待你们呢 我们这个世代是信心量最多的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信息量最大的世代 我们是物质最丰富的世代 但是我们也是灵力最平均的世代 也是灵力最平均的世代 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古代的使徒们 我们看到古代的使徒 还有那些经徒们 或者是基督徒 他们没钱 他们甚至连一本圣经都没有 甚至圣经都没有一本 但是他们有盼望 他们有渴望一个耶稣快来的心 他们有一伙 渴望耶稣来的心 所以你知道 当新快来的使徒作者写到 关于耶稣要来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来说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说那要来的救来 必不此也 他说要来啊要来 就是必不辞 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他说主啊我愿意来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 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他说你们祷告是原始的书 我们在天上的书 我们来到天上的书 愿意有国家的书 愿意有国家的书 愿意早点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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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我们去到天堂 如果你是早点来到去接我们上天堂 这个保罗写书信的时候 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他说我在两难之间 我在两难之间 我实在是想要跟主耶稣在一起 我实在是想跟主耶稣在一起 但是为了同一个缘故 我在这里更是重要 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在这里更是重要 保罗还说 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冠冕 神一个很特别的欢喜 是给大家等候耶稣显现的 是等候耶稣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种等候的状态呢 今天有多少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等候的状态呢 什么叫做等候的状态呢 什么叫做等候的状态呢 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 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 我说等会有辆车接你呢 我说等会有辆车接你呢 有辆车接你呢 我们一起去到西班牙那边去 我们一起去西班牙旅游 你在这边等 你一定会在想着那辆车什么什么的 你一定会在这边等你之后 你想一下 这个车机会动 你会马上说 你没有动作那个事情 你满脑子都是想到这件事 这个就好像你出去 你要回家的路上 就好像你出去之后 要回家的路上 你要等你一下公交车 把你再到你家里面去 你要等你的巴士 直接回到你家里 你心里面想着 就是那个车什么时候 你心里面很自然地想 这辆车机会动 你为什么会看到那个牌子 哎呀这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太快到了 你可能会一直看着这个车的时间 要去看完这个车的时间 这个叫做等候 这个叫做等候 那是今天的精 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等候的心 我们对天堂已经没有盼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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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可能已经太美好了 可能这个世界太美好了 那第二个方面呢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 因为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盼望 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提醒我们 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 都是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们离开神的话语 我们终于拜 我们小组 都是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透过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 都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 都是真实的 但议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而神说 你信住祂的我和祂的义 祂就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加给你 所以这句话是信实的 神说 你不要拥有 你不要把你一切的忧虑 卸给神 你要把你一切的忧虑 卸给神 祂固定你们 这句话是信实的 这句话是信实的 神说 你遵守我的道 你遵守我的道 你遵守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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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是信实的 神说 你遵守我的道 我们需要透过不断的聚会 就是透过花园的 想让彼此的鼓励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真实的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真实的 接下来怎么说呢 你遵守的 要彼此相互 有击乎 他激發愛心 勉力欺善 現在的弟兄姐妹們 這個只有在教會的聚會裏面 才能夠實現 只有在教會的聚會裏面 你才會得到激發 只有在教會的聚會裏面 得到激發 為什麼呢 在外面的聚會 你跟你的朋友一起試喝 他會跟你說要追求上帝嗎 他會跟你說上帝是真實的嗎 他會跟你說要好好讀金嗎 他會跟你說要預備來迎接主的面嗎 他會跟你說要準備去迎接主的面嗎 不會 只要在聚會裏面 我們才能夠更加的跟上帝親近 只要透過聚會裏面 才能夠跟神更加的親友 只要在聚會裏面 我們才能夠跟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勵 只要在聚會裏面 跟弟兄姐妹的鼓勵 所以上帝就特別的給我們一個命令 他跟我們講不可停止聚會 因為聚會能夠幫助我們屬於生命更多的成長 因為聚會能夠幫助我們屬於生命更多的成長 那知道我們人類都有一顆心 你知道我們人類都有一顆心 就是追求美好 就是追求美好 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 所以我們可以養一顆馬成為我們的腳架 那我們發現馬也不是那麼多 我們都發現其實馬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製造出一個自行車來 我們可以騎自行車 我們可以自己踩一把車 比走路更快 比走路更快 比騎馬更方便 都比騎馬更方便 但我們製造完自行車之後 自從有這個車之後 覺得還是不夠快 還是覺得不夠快 我就發明了摩托車出來 我就開始發明了這個電單車 這個只要踩一下油門就衝出去了 這樣一踩一下就飛出去了 摩托車之後我們覺得還是不夠 那電單車之後都是不夠的 這個風來雲裡去的 風來雲裡去的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汽車出來 我們就做了一個汽車出來 就被遮風打雲 我們可以遮風打雲 我們可以開得非常快 都可以開得很快 你看到我們人在不斷地追求卓越 我們看到人不斷地追求卓越 現在我們開始研發什麼呢 現在我們可以研發什麼呢 飛行汽車 就是飛行器 踩在油門就直接飛出去了 踩一踩後就自己飛出去了 不會受到焦心堵塞 會不會有這個交通質質的問題 我們不斷地追求 我們在植物方面也是 在汉澤湯 即我湯比方也是一樣 我們以前種田 我們以前去耕田 我們種田之後後來發現 把這個田搭起盆來 然後這個田就搭起一個盆 那你的溫度高了 搭起盆出來之後 裡面溫度就高 這個產量就往上掉了 這個產量就很自然 所以你就看到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盆 就裝這樣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大盆的田地 為什麼要大盆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大盆呢 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還有健身房 健身房裡面有各種不同的器材 健身房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器材 有鍛鍊你手臂肌肉的 有鍛鍊你腿部肌肉的 有鍛鍊你腿部肌肉的 有鍛鍊你腹肌的 或者是腹肌的 它有各種不同的器材來鍛鍊你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器材去訓練你 那麼為什麼需要這些器材呢 為什麼需要這些器材呢 透過這些器材 透過這些器材來幫助你 讓你的身體變得更加健康 請問醫學姐妹們 為什麼要聚會呢 為什麼我們的聚會呢 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的 神想透過這些聚會 來幫助我們 說明你的生命能夠更加健康 能夠成長得更好 你一次不聚會會不會死呢 你不會死 就好像你一次不摔牙 你不會死 你一次不摔牙都不會死 你一個禮拜都不摔牙都不會死 所以為什麼你要天天摔牙呢 為什麼你要天天摔牙呢 你要保持你的口氣清新 你要保持你的口氣清新 你要保持你的面貌乾淨 你要保持你的面貌乾淨 所以每天都摔牙每天都洗眼 所以你每天摔牙每天洗 所以為了讓你自己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是讓你自己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我們聚會是這樣子 我們聚會也是這樣子 聚會都是這樣 聚會告訴我們說 聚會跟我們說 親愛的弟兄們 一切都是為了你們的益處 一切都是為了你們的益處 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造就我們 所以他們一切都是去照顧我們 所以你看保羅寫的書信 所以你看保羅寫的書信 保羅寫給更多教會的人 保羅寫給更多教會的人 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是為了要造就教會 都是要造就教會 都是要造就教會 教會就是我們弟兄姐姐 教會就是我們弟兄姐姐 教會就是弟兄姐姐 所以神是想翻設法要造就我們 所以就是用很多不同方法去造就我們 那麼神也透過聚會來造就我們 神也透過聚會去造就我們 而且在聚會去造就我們 而且在聚會的眼中看來 聚會是最重要的造就方式之一 聚會是其中一個造就最好的方式 他透過聚會要來幫助我們 但是今天很多人 他在健身房裡面鍛鍊的時候 在健身房裡面鍛鍊的時候 他會肌肉拉伤 他會受傷 那麼健身房的目的是什麼 健身房的目的是什麼 他是為了幫助你更加的健康 他說為什麼到了最後你肌肉拉伤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原來其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什麼東西都有害處 但是什麼東西也都可以有好處 為什麼會有好處 為什麼會有好處壞處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東西 我講個很簡單的比方 我講個簡單比喻 這個麥克風它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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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處就是 我講話不會那麼大聲 這個好處就是 我講人就這麼大聲 那麼你們就不會睡覺 你們就睡覺 大聲一點 透過誇氣 那麼大聲一點 透過誇氣 但是如果我用麥克風打 吃飯 你用飯 我用瓢根吃飯 那我用瓢根吃飯 是不是有好處呢 那用這個瓢根吃飯 是不是有好處呢 那用這個瓢根吃飯 是不是有好處呢 那麼多人有好處呢 你知道小孩子剛剛學吃飯的時候 但是這道小朋友 剛剛開始學習吃飯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在咬瓢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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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咬這個瓢根 這個牙齒都痛的 會咬到牙齒都會痛 那就是壞處了 這個是有額外處 開車有沒有好處呢 開車有沒有好處呢 那開車有沒有好處呢 有好處很多 但是在你開車之前 但是在你開車之前 但當你開車之前 你又有人教導你怎樣避免壞處 一定要教你為何避免壞處 那千萬不要在這個混沌面前踩油門 我千萬不要在這個混沌面前踩油門 會死人的 會死人的 還有你左邊右邊的車道也要分得清楚 那你左右也分得清楚 就有好處也有壞處 有好處也有壞處 那麼結婚也有好處也有壞處 你分得有好處也有壞處 你分得有好處也有壞處 你方法錯了就有壞處了 你方法錯了也有壞處 你分得到祝福 教會也是一樣 那教會也有好處也有壞處 正經裡面有壞處 他說你們聚會不是受益 那是招選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不是聚會是一件好事嗎 為什麼會變成招選的事情 聽到記憲怎麼樣 就好像我剛才所講的 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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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正確的方式去用它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用一個正確方式去利用它的時候 都會變成壞事 都會變成壞事 你煮飯的鍋 都可以用來殺人 對不對 你煮飯的鍋 你手術刀 你可以用來殺人 你也可以用來救人 都可以用來救人 所以我們在生命當中 我們要學習神要去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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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我們的益處 成為我們的益處 因為在上帝的設計裡面 因為在上帝的設計裡面 聚會是要成為我們的益處的 因為聚會是我們的益處 就是講到磨刀不誤砍彩功 這個磨刀不會耽誤你砍彩功夫 磨刀不誤你砍彩功夫 這個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這個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中有一個版本就是 其中一個版本 有一個夫妻叫她兩個孩子 就有一個父親叫她一個孩子 給她們很多的刀 所以今天抗水砍彩比較多 其中一個孩子拿著刀就衝出去了 其中一個孩子拿著刀就衝出去了 他在那邊砍彩 砍得非常辛苦 砍得很辛苦 另外一個孩子 拿著刀就開始磨刀 砍彩就看著去笑他 一個砍彩的哥哥就笑他 這個爸爸叫你砍彩不是叫你磨刀 爸爸叫我們砍彩不是叫你磨刀 那麼你看你磨刀功夫衣服我已經砍了幾個柴 你看你磨刀的時候我已經沾了很多柴了 這個另外一個還是沾過磨 那麼老婆就不看我繼續在那裡磨 磨完之後一刀一根柴 磨完之後你直接把刀放進去很多柴 這個叫做高校園 這個叫高校園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參加大英姊會館 聚會也是這樣子的 聚會都是這樣 你只能讓聚會成為你最大的益處呢 你為什麼將聚會變成你最大的益處呢 不是一個損失呢 這個需要一些細節和技巧 這個是需要一些細節和技巧 這個打個比喻 這個主日崇拜 就好像這個主日崇拜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主日崇拜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主日崇拜 所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益處的 但不是每一個人得到益處 我們不但講到 我們在這個短度 我也帶小組 我們都帶小組 有時候帶小組的時候 有時候帶小組的時候 就特失敗 特別是失敗 因為我會問你們 你知道中天講什麼嗎 因為我有時候問你們 聖傑你剛講些什麼 他們是不是連題目有些時候都要講 他們是不是有些題目都忘記了 這個是講到我們的失敗 這個是講到我們的失敗 也是聽到我們的失敗 也是聽到我們的失敗 所以我們要求神來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求神去幫助我們 我們怎麼樣能夠在主日崇拜 得到最大的益處呢 我們如何在這個聖會中 得到最大的益處呢 那比如說很簡單 很簡單 聖經在阿摩西書裡面告訴我們 他說以色列啦 你要預備迎接你的神 就是我們要想到聚會 能夠更好的幫助我們成長 就是當我們聚會的時候 幫助我們更好的成長 我們需要早一點到 我們需要做一些動 不是說你遲到的時候 會皺住你 不是神說你遲到就皺住你 不是 而是你遲到的時候 你就會受到虧携 就是你遲到的時候得到虧携 比如說你早到五分鐘 比如說你早到五分鐘 當我們平常的這個 敬拜祖已經把昨天這個 前天的詩歌給發出來了 我們其實敬拜祖 就是在前日裡面 那你預備好你的心 然後就是預備你的心 你也熟悉了這些詩歌 你是已經聽熟悉這些詩歌 你預備好了 你進入到敬拜裡面的時候 當你預備好你自己這樣敬拜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地投入你來敬拜神 你就會非常地投入你敬拜神 你就會口唱辛亨來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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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遲到了 如果你遲到了 可能會一些事情不可抗拒的因素 可能有一些因素 但是這個東西對你是有影響的 但是這些東西對你是有影響的 但這些東西對你有影響的 你速度慢慢地進去 你匆匆忙地進去 你又不敢到前面來做 你又不敢到前面來做 你只能到最後面 你只能到最後面 前面是VIP了 前面就是VIP 後面的票 電影院的票 或者看東西 後面的票都是比較便宜的 後面的票可能訂了費特別便宜的 所以你不能到前面來 你已經是一種損失了 所以你不能到前面來 你已經是一個損失了 然後你的心態也沒有預備好 而且你的心態也沒有預備好 你不能夠很好來敬拜神 你不能夠很和好 你敬拜神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們平常敬拜半個小時 你都怕我們平常敬拜有半個小時 就因為你缺少五分鐘都預備 你就把你後面的半個小時搞砸 你就把你後面的半個小時搞砸 你就是搞砸 但是如果你啟掌五分鐘預備 但用邪子五分鐘去預備 那個果效 那個果效 那個投入 那個詩歌對你的感度 那種詩歌對你的感度 你覺得特別的享受 你就覺得特別的狠受 你就覺得上帝在當中來感受 你就覺得上帝當中是引導的你 第二個奉獻也是一樣 聖經告訴我們說 聖經跟我們說 我們要樂意奉獻 我們要樂意奉獻 還有我們要每一天在儲拜之前 我們要把自己的境下 抽出來 抽預備好了來奉獻 我們每個禮拜奉獻之前 你應該是將一些錢 抽出來去準備奉獻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 這個隨便拿一些東西 好像給乞丐帶 扔在奉獻袋裡 我們並不是隨隨便便 在那個袋裡炒出來 好像被黑蓋那樣給你上去 如果你是這樣隨便便拿出來 就扔進奉獻袋裡去 如果你絕對便便在口袋裡 拿一些東西掛在奉獻袋裡 你會受虧損 神當然不會揍住你 神當然不會揍住你 但是你的奉獻 不是那麼討神的喜悦 但你的奉獻並不是那麼討神的喜悦 為什麼呢 因為主耶穌在聖經裡面 因為主耶穌在聖經裡面 他說到一個寡婦 兩個小錢的比喻 他說他雖然奉獻的錢很少 他說雖然奉獻的錢很少 但是主耶看他的心非常好 神奉獻兩個錢 他只是奉獻那個小錢 為什麼神會這麼稱讚他呢 為什麼神會這麼稱讚他呢 有些人你就算丟一千歐下去 你可以有時候等一千元下去 神也看都不看一眼 神都可以看都不看一眼 因為他絕對到奧了 神奉獻 因為你以一個高昂的心悦 他要記不記得 那個在聖經裡面 祷告了兩個人 這個法律上的一個是罪人 一個法律上的一個是罪人 一個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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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聚目萬全非常高 這個法律上的就是舉目萬全非常高 神奉獻 我一天一說見識兩次 有一周去感性別 十分之一都給你了 十分之一都給你 不像這個罪人 就好像這個罪人 你今天做很多多 每天都做多多 把這個罪人在後面 他在你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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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奉獻 神奉獻 這個罪人 這個罪人 他回去了 你這個法律上的 他回到去 你這個法律上的 更加共生的怨 為什麼 他心是罪人 因為他心是罪人 所以神奉獻 如果你覺得奉獻給神 如果你覺得奉獻給神 算是勉強的話 是一個勉強 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奉獻 我勸你不足 聖地不缺錢 因為聖地不缺錢 如果你覺得奉獻給神 如果你覺得奉獻給神 你隨隨便便的話 你隨隨便便 你也不要奉獻 那你都不要奉獻 因為神曾經 就是馬拉基書裡面提到 因為神曾經在馬拉基書裡面提到 你聖地的奉獻 奉獻非常隨便 你的奉獻如果是非常隨便 我恨不得你們把聖地的門給關上去 你不要奉獻 你不要奉獻 因為神要的是我們的心 其次才是我們的錢 其實其次才是我們的錢 最終還是要錢 那你覺得也要錢 神要我們的錢 不是為了祂自己的有關 因為祂自己的主要 新的弟兄指揮 我跟你說 我們教會 所有的錢 都是願來發展神的活動 都是用來發展神的活動 我們的錢的部分 雖然要支持別的機構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 支持部分的某些機構 我們有這個耳麥 有這個桌子 有這個椅子 是大家奉獻的錢買的 我們有這些麥麥 有這些架 有這些椅子 都是你們的奉獻所出來的 甚至我們聖聖經紀 護道友 或者我們出去發單張 這個單張 都是從你們奉獻的錢裡面買買的 甚至你有時免費去派聖經紀 或者發單張 給一些微信主義的人 都是在這些錢那裡奉獻出來的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你不知道你的奉獻 給教會帶來多大的祝福 你是完全不知道 你的奉獻 對教會有多大的祝福 還有給外面的教會 外面的機構 帶來多大的祝福 我們很少會想到這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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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濟有點緊張 我只想到這個 最近經濟有點緊張 這把經濟有點差 緊張 少奉獻一下 可不可以有些奉獻一些 這個好像神一定要以奉獻一樣 做到好像神的奉獻一樣 而且奉獻是一個祝福 其實奉獻是一個祝福 你知道你家裡所有的資產 你知道所有的資產 只有奉獻才是永遠的價值 只有奉獻才有永遠的價值 沒有奉獻的有價值 沒有奉獻是沒有價值的 沒有奉獻還是有價值的 沒有永遠的價值 但是沒有永遠的價值 你只有奉獻才是基材在天的嗎 你知道你的奉獻是積聚財寶在天的嗎 但我們不是年財 但我們都不是貪財 我們是因為你們的奉獻 還有我自己也有奉獻 我們一起來發展成果的生活 不是要將你的奉獻 和我的自己的奉獻 是發展在這個事項上 因為聖地的事項還是需要金錢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樂意的心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樂意的心去奉獻 那麼我們每週都會有聽到 我們每個老闆都會聽到 我們有些人聽到非常好 有些人聽到非常好 他聽到百分之百的到 他能聽到百分之百的到 還能加上百分之百自己的思想 所以它是雙倍的收穫 所以它會得到雙倍的收穫 有些人聽到 聽到百分之百的到 聽到百分之百的到 今天下午的時候升百分之五十 晚上升百分之三十 到晚上升百分之三十 明天升百分之四了 到第二天就百分之十了 你就好像一個漏水的棚去盛水一樣 你就好像用一個流水的盆去盛水一樣 你知道以前輪村的時候 你的井跟你的家是有一道距離的 你知道古代的時候 你的井跟你的家是有一個距離 如果你漏水的東西去盛水的話 如果你用一個村東的盆去盛水 如果漏得少一點回到家裡還有半河水 如果你的桶是漏得很少的 你回到家裡可能都還有一半河水 像那些特別厲害的 就是漏了很多人就沒水了 如果你的洞在大陸多很多水的時候 你回到家裡就沒有水了 那我們不要自我安慰 就是好像我們上次講的 至少是乾淨的一點 我們不可以自我安慰 就像上次講到 中國的南是乾淨一點的 現在的地勢有沒有 我們要變得更加 我們要變得更加的 那要乾淨 但要乾淨 我們還要有水 甚至要有水 我們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是可能的 所以我們在聽到的時候 我們在聽到的時候 我們想過一件事情 我們想過一件事情 我們所有人都已經在這裡聽到對不對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有些人聽到 他就打筆記錄出來 有些人聽到之後 就拿筆記錄出來 我們就開始記 他就開始記錄 他就沒有人聽到 同樣的聽到 同樣的一個小時 他吸收就比你多很多 但他的吸收就比你更加多 但你呢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是一種虧損 這個是一種虧損 那麼從而聽到之後 我們在我們聽完到之後 那麼聽完之後 大家知道你每週 大家都知道你每週 我們都來這邊聽到就會 我們都來到這裡聽到最危險的五十幾週 一年有五十幾個星期 五十幾週的時間 在這五十幾個星期的時間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用五十幾週 需要做蛋糕 如果你用這五十幾個星期 去做蛋糕 你會非常棒 你會做得很厲害 如果你用五十幾週的時間 如果你用這五十幾個星期的時間 去學一些專門的計程 去學一些專門的技能 你會非常棒 你都會很厲害 但是你會發現 好像五十幾多時間 我都來聚會 我發覺五十幾個星期 我都來這個聚會 我好像沒聽到的成長 但好像沒有這麼大的成長 為什麼 因為你聽到之後 沒有去思考 因為你聽完之後 你沒有去思考 你思考之後 沒有去行道 你去思考之後 你沒有去行動 你想一想看看 你想想 我們每一次 就會一個小時左右講到 我們一個禮拜 聚會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如果你回家 再花五分鐘時間 如果你回家 再花五分鐘的時間 你這一個小時的聽到 你能夠記住的東西 就會花好幾杯 當你花五分鐘的時候 你一個小時內 講到的內容 你回去 就會變得好幾倍 但是你立刻花一個小時的聽到 但你寧願 回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聽到 回家 都會花五分鐘時間來思考 但都不願意花五分鐘時間回家思考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你心心苦苦聽完到之後 就是你很辛苦會聽完到之後 你很辛苦會聽到之後 你直接就把它給你喝掉 所以你怎麼能夠成長 那你怎樣成長呢 在崇拜的過程當中 在崇拜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聚會成為我們最大的幫助 我們要聚會成為我們最大的幫助 就是我們提早要來五分鐘 然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甘心了你的奉獻 然後我們專心地來聽到 然後最後聽完到之後 我們回家一定要記得父親 還有去實行出來的 聽完到之後 你幫到家一定要福 去練習和行出來 你有做這些東西 你要做這些東西 上帝必定祝福 上帝必定祝福 如果你缺少一個方面 如果你缺少任何方面 你就會受虧損 你就會受到歸使 除了每個禮拜 除了每個禮拜都有主要神話之外 除了每個禮拜都有主要神話之外 除了每個禮拜都有小組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小組 那麼小組有沒有用呢 那麼小組有沒有用呢 小組就會非常有用 小組就會非常有用 每一個我們就不會有了 如果沒有用就不會有了 小組就會拉近地區間 之間彼此的關係 那麼小組是拉近大兄之間的關係 還有如果更加針對性的男步洋 甚至是針對性的女人 那麼在小組裡面 我們也可以提問也可以交流 所以就好像這個圖片一樣 就像這個圖片一樣 如果我們是一盆散衫的話 如果我們是一盆散衫 我們就被魚吃了 我們就被魚吃了 然後鄰居起來 我們就能夠順利 我們就能夠順利順利挑戰 我們就能夠順利順利挑戰了 我們就能夠順利順利挑戰了 那麼我們現在小組裡面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麼在小組裡面怎樣做呢 其實在順利裡面 有很多這方面的教導 其實在正經裡面 有很多聰明教導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聚會 就是要我們的聚會 不要太多虧損 就不會有太多虧損 整個人都是花那些時間 為什麼要花那些時間 那你為什麼不在方法上提升一些呢 為什麼你不在這個方法上提升一下呢 你這麼多收穫的更多 那你就可以在小組裡面 我們有幾個方面要注意的 所以在小組裡面 有幾個方面要留意的 第一個方面就是 我們要視線的預便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事先的去預明 這個經文大家自己回去看 那經文回去自己看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心說 就是我們有一個訪問 我們今天查奇事務第二章 今天查體事務第二章 我來之前 我們需要花點時間看一看 來之前呢 我花點時間去看一看 然後把特別感觸的地方畫出來 特別將有一個感觸的地方去圈出來 不懂的地方打個問號 不明白的地方打個問號 有一個人這樣說 有一個人這樣說 我有一個蘋果 你有一個蘋果 我給你一個 你給我一個 你給一個 我我給你一個 我們只有一個蘋果 但到最後只有一個 我有一個思想 你有一個思想 但我有一個思想 你一個思想 你的思想 我給你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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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們的思想 我們只有兩個思想 到最後就是兩個思想 所以在小組裡面 神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口來分享 神都很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開口分享 但是你沒有預備怎麼分享 但如果你沒有預備怎麼分享 你不能斷分享 你不能把小組當成了解 天啊 你不可以把小組的形態給我 你知道我在小組的時候 你知道我幫我在小組帶小組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鳥茶巾可以分析到去吃肯德基 有些人在鳥茶巾的時候可以去買這個機 他可以分析到真的天花亂聚 他說話的時候都是天花亂聚 你把他拉回來他還要走 你真的拉到人家的肯德基 所以不要聊肯德基 他就聊肯定情趣了 我記得你這樣說 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球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求神加速分析 所以分享一定要非常小心 所以分享要非常小心 你要能夠造就別人 你可以造就別人 使用一方面鼓勵我們分享 一方面教你學姊 非常有智慧的去分享 甚至跟他搞我們怎樣有智慧去分享 我們最多分享其實是三至五分鐘 你真的有靠近主題 你不要離題 不要離開 所以我要大膽的開口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分享 在小組內你會發現你越分享 但你會在那邊發覺你會分享 你的生命有多能成長 你的生命會越多的成長 你會幫助到別人 但是他會幫助到別人 你會分享出去的時候 你自己也會得到幫助 因為當你分享的時候 你自己都得到幫助 第三個方面 這個方面很重要 就是不能來 如果你今天不能來 請再抄襲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能來 請再抄襲 其實你要跟組長講 其實你要跟組長講一聲 這個你在控制我的人身自由 不來還要向你報告 不來都向你報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妹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們進來的時候 你要第一項 為什麼你每次來教會 都要一下 不是我們控制人身自由 不是我們要控制人身自由 是家太大孩子太多了 是家太大孩子太多 如果一個孩子不見 不低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他不見 如果這個孩子 失蹤的時候 我們不得一下 我們不知道他失蹤了 打給他 打給他 今天晚上我回家吃飯 如果今天我不回家吃飯 我要不要跟雅琴講一下 我要不要跟雅琴講一下 我一定要跟雅琴講一下 我一定要跟他講一下 我當然要跟他講一下 我會說 這麼小的事情 不吃飯也需要向他報告 你當然不會說 我這麼小的事情 都要跟他報告一下 不是 我是讓他能夠放心 其實我這樣做的事情 可以放心 這是一個家的關係 因為雅琴這是一個家的關係 雅琴這是一個家的關係 教會是一個家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來的時候 我們要讓小組組長知道一下 所以當我們不來的時候 我們要用組長領袖去知道一下 那他就讓我們突然間 有事情不能來 讓他知道 我們看有事情發生 我們是不能來的 如果不來的話 他就會覺得你的生命有事情 他就知道你的生命其實有些事情 你不是你的生活有事情 不是你的生活有事情 有些人生命出問題 有些人生命出問題 他就不來小組了 他就不理小組了 他需要有人來鼓勵他 他需要有人去鼓勵他 所以我們跟主長講一下 所以我們跟主長講一下 他就知道我們的情況 他就知道我們的情況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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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方面要小心 在這個方面我們都要小心 我看到有些人在不來的話 有些人不能來 有些人不能來 我記得他問出席的時候 他真的非常好 他真的很好 他在小組群裡面發出來 他在這個朋友群裡面發出來 你說我今天不能來了 他說我今天不能來 結果死了 帝龜就死了 他一發出來 他一發出來 後面一大堆的根包也出來了 之後一大堆的根包也出來了 我今天也不能來了 我根本都不能夠來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我現在還沒在主群裡面發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有一些弟兄姐妹們 他們是在處於又來又不來的狀態裡面 因為有一些弟兄姐妹們 他們處於有理有理的狀態之下 一發出來他們就終於有個半 你一發出來他們就終於有了 我今天還不好意思不來 我今天就不好意思 現在有人陪我 我也陪你不來 但現在有人陪我了 就可以不來 當主跟主打架了 同情故做了一個阿西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有事情的話 也可以為你禱告 有事情可以為你討告 第四個方面 就是小組團體很重要 不僅是團體 小組團體 並不是一個團體 我們是生活上需要有交流 甚至在生活上都有交流 什麼是生活上的交流 我自己常常覺得 我常常都覺得 就是一個教會看他復活復興 教會看他復活復興 重要的不是聚會 但聚會非常的重要 當然聚會也很重要 但是上會之後 大家還有沒有聯繫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就是上會之後 大家有沒有聯繫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弟兄姐妹們 大家教會聚會 有些弟兄姐妹來到教會聚會 上會之後 就好像陌生人一樣 我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有些弟兄姐妹們 求聚會幫助我 所以你們跟我講得很清楚 聖經堂人講得很清楚 我們要互相的幫助 我們互相的幫助 我們是家人 不是說你在教會裡面 我叫你弟兄姐妹們 並不是因為你在教會裡面 我是叫你弟兄姐妹們 出這個座子 我不論是團體 出這個座子 我們是弟兄姐妹們 我們是弟兄姐妹們 才可以用我們身邊更加的成長 我們的生命才不會孤單 我們的生命才不會孤單 所以在教會裡面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追求的和生命比較健康的 基本上都是由小組 基本上都是由小組 因為小組真的可以幫助你 更加的融入教會 因為小組真的可以幫助你 更加融入教會 這不是一個前置 只是遇到我們的好處 而設立的小組 那麼第三個會就是禱告會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禱告會 所以就是我們教會 最重要的三個方面的聚會 主要上拜 小組聚會 禱告會 主要上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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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鈴 就像十字架的一書一樣 十字架一樣 十字架是一動 一個直覺連 小組團結是一合 建議你跟醫生人員之間有關係 小組團結就像 一般林智爐之間的關係 所以一神一樹 就好像一個十字架一樣 所以一動一環 就好像十字架一樣 那祖告會是什麼呢 祖告會連通整個所有的 就是那一个因素中间的那一个点 我们需要透过祷告 我们可以连结所有一切 所以你知道你没有来参加祷告会 是一个选择吗 不是上帝选择的 是你的选择 本来你可以在祷告会当中 得到上帝的祝福 就更多的经历神 也更多的祝福别人 但是你没有来参加祷告会 这个书你的环境已经给你预备好了 这个书你的环境已经给你预备好了 就像这个温室已经建好了 书只要进去它就会很快地成长 但是你没有来进去 但是你在外面也活得好好了 我希望你都会得很好 你如果不能来参加祷告会 我还是OK啊 但是你不能够更快地成长 也不能够更健康地成长 也不能够更健康地成长 所以你在祷告会当中 你们更多的经历到神 神经怎么讲呢 神经怎么讲呢 我们是聚集在一起 我们人一起祷告 他甚至说 有两三个人在地上一起祷告了 他就在当中 他甚至乎讲到 只有两三个人一起聚集在地上祷告 他就在当中 为什么耶稣不说一个人祷告我就在当中呢 为什么耶稣说两三个人祷告更加有利益呢 为什么讲到两三个人祷告更加有利益呢 那哪一个人祷告也有利益呢 当然了 一个人都有利益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 那能够能够限制到他的能力吗 难道数字可以去显现他的能力吗 那难不可能他是全能的上帝 当然不可以 他是全能的上帝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 就是耶稣是故意的 所以耶稣是故意的 耶稣就是跟你们讲 耶稣跟你们讲 你们不一起聚集 一起祷告 我就是比较不容易听 就是我和你一起聚集 我一起祷告 我们不容易听到 耶稣希望我们合理 他希望我们合一 所以祷告会当中呢 你可以特别感受到神的体验 所以你在祷告会当中呢 你特别感受到神的体验 祷告会当中呢 你特别经历到神的体验 在当中呢 你特别经历到神的体验 但透过祷告会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 透过祷告会其实非常之好 除了你跟神经理关系之外呢 除了跟神经理关系之外呢 你祷告会彼此分享的时候 当你彼此分享的时候 你能够更多理解 你从什么需要 更加来到大乡节目的需要 他有卵洛会可以为他祷告 软弱的你可以扶持祷告 我有卵洛他可以为我祷告 当我入软弱的时候 他可以为我祷告 是一个非常好的 彼此交流的地方 在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 祷告会也破除了 小组间的这个轨磨 也都是破除了 在小组里面的达摩 因为在小组里面 你就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 因为在小组里面 你自己发现自己的小组 祷告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祷告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那一个月就有一个事 他说从主日崇拜 有多少人参加崇拜 他说呢 你觉得他参加主要崇拜 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 或讲道的人有多少欢迎 就是听到这个牧师 是多少受欢迎 那么从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 那从透过 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 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多少欢迎 就可以见到耶稣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多少欢迎 因为祷告会是你跟上帝的教会 因为祷告会是你跟上帝之间有交流 有真正爱主的人 有真正爱主的人 有真正祝福主的人 他一定想尽办法来参加祷告会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参加祷告会 因为他非常珍惜耶稣在以前的世界 因为他很珍惜和耶稣 基督神相传的时间 还有他相信祷告的能力 甚至乎他相信祷告的能力 他希望透过祷告才会参加祷告会 他就算不能够来参加祷告会 就算他不能够来到祷告会 我还是渴望什么 你为我开路 让我可以来参加祷告会 他心中有很可怕神 和他们要开路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会是大的会 所以我们知道祷告会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也不可轻抗祷告会 都不能轻抗祷告会 因为在祷告会当中 耶稣说他都来参加祷告会 耶稣说他都来参加祷告会 今天我们的祷告会 能手就不来了 我们不会因为今天祷告会 很少人就不来了 两三个人耶稣都来了 如果耶稣都来参加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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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凭什么来参加祷告会 不但如此 当我们在祷告会当中 我们觉得彼此在祷告会 我们会借着彼此来讨 我们会更加对对方的了解 然后最后呢 透过祷告会 去经历到上帝 你知道上帝的能力 上帝有一个炸药 上帝有一个炸药 这个炸药是埋在祷告会的祷告里面 这个炸药是埋在祷告会里面 等正人去祷告 等正人去祷告 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许多的神迹 其实是在祷告的时候 也不是很多神迹的 其实都是发生在祷告会里面 耶稣也是带着祂三个宝贝门路去参加祷 耶稣就是带着祂三个宝贝门上山上 正祷告的时候 耶稣的面貌就参加祷 圣经特别讲到祷告的时候面貌狂光 特别讲到祷告的时候面貌是发光 我们知道主耶稣当祷受死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架在祂身上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当祷受死的时候 就天就开了 圣经特别说 圣经特别说 我们知道当使徒们被逼过的时候 在使徒经的帝斯大里面 祷告下的地方 最准备了 他们会被圣灵出 我们知道当祷告被逼迫的时候 圣经特别说 天就被开破 他们就被圣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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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锁链之后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 祷告参赞给神 他在监狱里面去参赞给神 结果监狂开锁链脱路 到最后监狱的门打开 锁链是自己的 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得胜 摩西在山上吐火的时候 竟然在山下就得胜 但他手双手 优优独播剧场—— Начара